我们再来看看文化和体育方面的消息 据澳大利亚媒体22号报道 为了抗议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 播放介绍东突民族分裂分子热比亚的纪录片 甚至邀请他出席电影节开幕式 中国电影导演贾章科和赵亮 决定撤回准备在这次电影节上公映的三部影片 贾章科在至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的一封信中说 乌鲁木齐7月上旬发生了严重暴力事件 造成许多人丧生 多数死难者家属都认为以热比亚为首的示威会 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墨尔本国际电影节每年举办一次 是南半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电影节之一 那么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将于本月的24号开幕